作者张军 由有生熊猫为您播讲 第二十一集 进京会事 宽一 教父和挑夫的工钱怎么大发 江氏捧着儿子交给的银子 不知如何打发 曾子成从龙香里提出一串铜钱 解释说 娘 孩儿早有安排 学政给颁发了二十两排房银 孩儿用一钉换了六吊半铜钱 孝敬房尸四串 跟铜窗小镯用了一吊 留下一吊半做盘缠 回家路上五天食宿花了四百文 还剩一吊零一百文 工钱呢早就讲好了 每天四十文来回七天 每人该二百八十文 赏二十文喜钱凑成三百 剩下两百文您说好 曾兴刚听了 呵呵大笑 呵呵呵好 精打细算 细水长流 这才是过日子的做派 他一夸奖 别的人也跟着夸奖 宽一当了老爷还如此节俭 真不愧曾家子孙的榜样 那边厨房里厨子热汉直流 整制好菜肴 曾继云一边指挥白酒菜 一边笑容可惧啊 按辈分恭请入席 那些本家长辈一个个眉开眼笑 一口同声说 哎呀 宽一考上举人老爷 我们跟着沾光 论理啊 上席应该让宽一来做才行 曾子成赶紧拱手 各位长辈 托祖宗庇佑 呈长辈教诲 宽一才得以小有所成 在你们面前 宽一永远是后生小辈 万万不敢为理 请就坐 让我给长辈敬酒吧 说着提过酒壶 依次给筛上满杯 才在末座入席 曾兴刚啊赞赏的点点头 起身举杯致意 请客间 酒席上功愁交错 笑语喧哗 都说宽一到底是巨盲转世 才有这么大的出息 江氏捧着牌坊银走进房里 御婴脸上乐开了花 她是个细心人 莫得想到丈夫身上的蛇皮选 不能喝酒 忙将嘴巴附在婆婆江氏耳边嘀咕 江氏明白媳妇的爱夫之情 无奈自己也不能到酒席上去扫兴 只能暗暗着急 恰巧 袁府给席面上端菜进了 他灵机一动 低声叮嘱胆大的袁府 袁府眨巴着眼睛 拿过一只碗倒上水 闯到酒席上 嚷着要敬大哥一碗 宽衣皱皱眉 看到袁府啊 不住地冲自己眨眼睛 顿时心领神会 端过碗来 哀席敬酒 御婴见了 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江氏呢笑盈盈地说 媳妇 当初我说啊 宽衣要是能考个举人老爷回来 爹娘涂个脸上光彩 享福的还是你们 今天果不其然 宽衣当了老爷 你就是太太 娘的话应验了吧 羽鹰一听啊 开心地笑了 娘 这都是托宁这老太太的福 该享福的是您 江氏满面笑容 点点头 看着在席间 忙碌上菜的袁府兄弟 心里一动 俗话说啊 一人有福 待窃一屋 媳妇 如今宽衣出息了 你要多跟她说说 要她好好教弟弟读书 让一家子都能出息 那就好了 娘 我记得 晚上就跟她说 玉英啊 连忙答应 江氏笑了 傻孩子 娘是要你记在心里 也不急在这一下 今天来的是自家人 过几天 远近亲戚都会上门祝贺 还有好几天忙的呢 第二天上午 本家还在堂屋里喝酒 河场里又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曾子成一看 是内地欧阳沐云和欧阳凌云赶来祝贺 忙出来迎接 搬了板凳过来陪着说话 问岳父身体可好 内地还没开口 外面又是一阵鞭炮声 一看 不得了 竟然是几个舅舅来了 忙上前攻身失礼 舅舅 外甥还没来得及给外公和舅舅请安 舅舅反而先来看外甥 真叫我无地自容 环一啊 一听说你考上老爷 你外公喜欢得不得了 一大早就催我们来给你贺喜 其实啊 你外公不说 舅舅早就想过来看看了 大舅江永熙啊 憨笑着 端详他头上的金雀鼎带 环一啊 你还记得吗 那年正月十六 我划船来接你娘和你 你娘啊 看到河里有一条大蟒蛇 你吊在河里 可把舅舅吓得不轻啊 刚要跳下河救你 没想到 大蟒蛇变成一截大木头 给你抱在手里 从那时起啊 舅舅就知道 外甥啊 是有来历的 今天果不其然 当年 靖西宫关于巨蟒转世的传说 被遗忘很有些年头了 当众举的捷报送到荷叶堂 又重新成了热门话题 当年的往事 由大舅舅亲口说出 曾子诚不禁浮响连篇 连忙搬过板凳 请舅舅坐 转身从弟弟手里 接过茶杯 双手捧给舅舅 鞭炮又响了 曾子诚忙着接待 一波又一波的客人 直到酒席过后告辞 也没时间呢 陪舅舅和内地说话 直到四天之后 该来的客人都来了 才备上礼物和父亲去拜见外公 江佩玲85岁了 仍然身体健忘 头脑清晰 性情豪爽 不看礼物 也不管女婿做不做 就伸手啊 向外孙要荆轲莫成 这是科举考试的习惯规定 但凡中举的试卷文章 学到啊 都要汇集成策 连同房官的批语啊 一并勘印 称荆轲莫成 这样呢 有两个好处 一是显示 阅卷防官公正 二是作为学子 效仿的范文 曾子诚早有准备 恭恭敬敬 将自己的文章 递给外公 外孙文斯顿卓 只得了36名 请外公赐教 江佩玲 浏览一遍 然后一字一句诵读 读到精彩之处 则一扬顿挫 高声银额 身子向后仰 莲夸 妙极啊 然后 看着女婿大笑 贤婿 我过去就料定 你的后代 发愤读书 必定大有可为 宽衣 乃增加千里居 终局 只不过是发任而已 岳父大人 自古千寿意 满招损 您千万别太抬高她了 曾林叔啊 连忙劝阻 她能考上举人 实属侥幸 万万不能自高自大 还需刻苦读书才行 江佩玲 微微点头 然后感慨说 贤婿说的当然有理 我是过来人 深知科举 毕竟不同于智学 考的都是八股文 入符合城市 入得考官的眼 早晚能高中 倘若格式不合 哪怕学富武车 才高八斗 也会被触落在外 国初 顾炎武先生曾说 八股之害等于焚书 而败坏人才 有甚于咸阳之交 所坑者 但四百一十六人也 然而老先生 对明朝中期以前的八股文 还是十分推崇 还是十分推崇的 认为前贤所作 无一字无出处 鼓励外孙 徐前学 潜心钻研 徐前学 得以高中探花 成为康熙朝明家 实在令人深思啊 明年是会世年 三年一届 天下举子 无不跃跃跃世 如今 宽一已经登堂入世 正该一鼓作气 进京会世 书籍进世有望啊 曾林书听了 不禁心动 赵岳父大人的意思 该让宽一 进京去参加会世 江佩玲看着外孙 用力点点头 当然要去 读书求功名 好比登山 秀才是第一个风 举人是第二个风 进世是第三风 若到了举人风 不再往上爬 一辈子也登不上顶峰 早往上爬 才可能早登上顶峰 就算没能爬上去 轻车熟路 再爬也就容易了嘛 多谢外公鼓励 宽一 今年就进京去赶考 外公一席话 给了曾子成 极大的鼓舞 道光十四年十一月 曾子成 再次向祖父母和父母 磕头败别 和妻子与弟弟 挥手分别 北上进京赶考 曾新刚和曾林书父子 千丁万主 把他送出荷叶堂 到了长沙 曾子成意外地 在诸事学社 见到了好友刘荣 两人畅谈北上路线 刘荣把他送上船 助他死去金榜提名 客船沿湘湘 蜿蜒北上 京洞庭入汉口 曾子成便离船登岸 转坐马车 继续北上 这一路行程四千里 他真切感受到 中华大地的辽阔 少不了遭受风雪之苦 辗转到了京城 亦是年末 长沙会馆里面 聚集了百十来个 和他同样的举子 彼此说些 久仰之类的客套话 有的高谈阔论 有的沉默寡言 曾子成性格内向 满心想的会事 跟他们来往很少 会事在四月举行 按规定 全国的举子 到顺天府共院 参加考试 选拔的举子 称共事 共事才有资格参加电视 电视被选拔的才是进士 在张榜那天 曾子成既在人群里 伸长脖子 看得眼花 也找不到自己的名字 只得黯然回到 长沙会馆 会馆里面 都是落榜的举子 正所谓同病相连 自然彼此亲近许多 有了共同的话题 朝廷啊 照告天下 明年是皇太后六十庆典 照惯例 凡朝廷庆典 都要增设恩科 所谓恩科啊 就是增设一届科举考试 给天下读书人 格外恩典的意思 恩科照告 这些落榜的举子 仿佛黑夜里看到光明 受到极大的鼓舞 决定啊 留在京城 等待来年的恩科 那些富豪子弟 不在乎旅途盘缠 有的呢 就收拾行李回家 有的趁机啊 乡邀游览京城名胜 而寒门子弟 则考虑往返盘缠太多啊 花费不起 留在会馆 安心攻读 曾子诚默默计算 家里百来亩田 外家父亲交书所得 一年的镜像啊 不过百多辆银子 此次进京会市 车船旅店花费 一半是向亲朋借债而来 留在京城读书 还能节省一百两 往返花费 于是 在常郡会馆住下 写信呢 征求祖父和父亲的意见 曾新刚父子 知道他留经啊 等待来年恩科 赶紧写信 并托人寄来五十辆银子 让他安心苦读 长沙府的应试举子 都住在里边 花费呢 并不多 经常啊 互相探讨学问 大大的开阔了 他的眼界 在这一年里 他继续发挥自己 勤能补着的精神 发愤研读精史 很快沉醉于 唐宋以来的古文和诗词 尤其酷爱 韩裕的古文 他甚至觉得 古文能尽情 发挥自己的见解 比那十古人 衙会的八古文 更有意义 岁末 想到自己 落地居精 囊中羞涩 他写了好些首诗歌 一边感慨 万事拼同 偏止事 浮身无奈 简思多 平年踪迹 随波绝 大阪光阴 被莫摩 一边 对即将到来的恩科 信心百倍 高唱 侠里龙泉 淫不住 问毛何日 斩交援 感谢您收听 《增国翻传》 本集播讲完毕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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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订阅